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肝姜片或姜粉 常规用量5克 上限10克 重症 鲜姜片 常规用量100-150克 上限500克 肝姜片或姜粉 常规用量10-15克 上限50克 重病 鲜姜片500-750克 好 这里这张表就是把轻症 重症 重病的用量 把它比较以一个参考的合理的范围 让大家去了解 实用 轻症50克 那个是以鲜姜片 那至于干姜片 10比1的比例 那就变5克了 所以你两种图表只要看一边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是以50克 因为台湾的一斤跟大陆的一斤不大一样 台湾一斤是600克 那台湾的一斤16两 大陆一斤是500克 一斤是10两 所以换算上 大陆比较方便 台湾很难算 所以最后还是采用 这样很容易清楚明了 所以你看5克就是一两 那上限不要超过两两 大概是这样 那重症大概两两到三两 不要超过一斤 至于重病 我们原则上是以一斤到一斤半为主 那这个也是参考世界各地 他们很多重病案例做出来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 但这个合理不是说不能超量超限 还是可以啊 你看 他如果超过一斤半 有些用到两斤 甚至到三斤 还是被允许 但一个最高原则是要以患者怎么样 能接受吸收 而且感觉温暖舒服为宜 这个是最高原则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 你要用几斤都没关系 甚至用到四五斤我也没关系 只是说用了这么大的量 绝对不要当常态 如果真的很紧急 然后患者又需要这样 那好了之后他还是要调回来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内容 用量要有少见增 见效极止 虽低于常规用量亦可 其后增减则是病情需要而定 好 这一点我先解释一下 刚刚讲的重病 一般是用到一斤到一斤半对不对 但有些重病患者一开始 他很怕僵 甚至怕辣 所以也不一定要一斤开始 我建议是吗 由轻 由少而多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四五两就好了 四五两 一斤如果十两 那我们用四五两 四五两如果他用了 患者感觉已经很好了 而且病情也改善了 那这样要不要加到一斤 就不需要了 重病极止 这个有一点很像按推 按推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同样力量 有些人轻轻一碰他就很痛 那你也只能用舒缓的去帮他揉 正常的工具有时候都不必 那如果这样患者已经很舒服了 而且病情也改善 那你还要不要用手肘揉 就不一定了 按推的时候 有时候用这个手腕 这样做舒缓也就可以了 同样道理 他四五两就可以了 那你也不一定要加到一斤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继续看 重病患者 只有在经过按推 温敷 温热性饮食 运动 休息 调心的全面配合 病情仍无改善 但还能吸收的前提下 才允许超量 超限 只是不可长期为之 以及病情改善 借稳定后 需逐步调回常规用量 重病患者 若不愿服食浓姜汤 姜粉 或服后吸收不良 而出现症状 以减量减淡 改移重症患者的用量 甚至更少 一可将加西洋参 生晒参 红参 甘草 龙眼干 红糖等 加一种即可 或直接改用浓参汤 以解弱内热源之药性 并改善口感 值得一提的是 浓参汤性温亦被吸收 且患者多能接受 故成为救治重病的最好选择 好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用一斤 结果患者还是不舒服 要减量减淡 甚至要减到像重症患者的量 那都可以啊 那只要增减都是要靠患者来跟我们讲 那我们尽量来配合它 那如果味道它不合适 你也可以改 加一些比较好的 好 比如说干草 龙眼干红糖 加进去肯定就更好喝 问题药性就会减弱 这些都评估一下 那最后提的就是龙参汤 龙 我们其实真正在用 内热源最主要有两种 当然最为广泛的 还是以龙姜汤 在重病处理上 以龙姜汤为主 那但是有些患者 就是不能喝姜 第一个他怕辣也有可能 那有些是真的喝了 他就不舒服 我们也遇过 那这时候不用考虑了 唯一一个就是 能替代他的就是什么 龙参汤 因为好喝 然后他的药性 没有像龙姜汤那么辣 那么热 但是他很温和 所以对于重病患者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最好的选择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其实到了重病患者 他对于外面的环境 他会很敏感的 有时候比如说他30度 温度30度他就受不了 正常人30几度都还可以 那如果温度降到20度 正常人也觉得很好啊 但有些重病已经怎样 受不了 他对温度的上下是很敏感 那同样他对内热源 有时候也会这样 太辣太热 他有时候也吸收不进去 他就是要温温的 那这样对他的效果最好 所以龙参汤 在重病应用上 其实我们是蛮普遍 只要那个姜汤 他喝了真的是在吸 没办法喝 种种情况 那我们第一个 唯一人取代他的就是什么 龙参汤 那我早期我太太 为了让他活命 一开始也是用什么 就是龙参汤 把他200克一次 用到很浓给他喝 是这样 好那他的用量 现在已经也规范了 不用用到200克 现在这样看来 也差不多以姜的量就可以 好我们来看下面 红参常规用量 是50克至75克 上限是150克 总之内热源用量之多寡 及其药性之强弱 皆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感觉温暖舒服 为最高原则 好那红参再讲一下 红参既然这么重要 那他的要怎么买 又是一个问题 很贵 尤其韩国跟大陆的红参 同样是红参 韩国叫高丽参 那其实跟大陆的红参 是一样的东西 没有什么区别 那以疗效来看 我也认为一样的 没什么差别 所以只要有机就好 那大陆的红参 如果你能买到有机的 那一样 它效果跟韩国一样 问题就是价差很大 红参韩国的高丽参 会贵大陆 有时候会贵好几倍 所以这样比较下来 我大部分都会 鼓励患者买哪里 大陆的 因为红参最大的产地 不是在韩国 还是在哪里 长白山啊 对啊都在那里啊 东北的地方啊 所以我还是鼓励 以大陆红参为主 但记得不要买一些劣质的 比如说有些红参会加糖啊 那个就不行 那个软软的 你看有时候虚都不一定 一般正常是一压就脆 它也不是软软的 然后吃起来还有一点甜点 那个都已经破坏药性了 就是怕这一个而已 所以我才建议说 如果要大量买或是怎样 已有机 大陆还是有有机的红参 也就是甚至是输往国外的 他们都有有机认证 那这个更有保障 那因为你也不会写 我其实我也不大会写 但是你只要说 这个都是国际认证 那又有有机的 那你喝起来就安心了 了解吗 那至于韩国就贵了 品质他们好像都不错 就不会有什么 加糖的那些问题 但是问题太贵了 但是它不只贵 然后它还分什么天地粮 天地粮 那个价差也是很大的 天很贵 有时候比粮还要贵 那到底天地粮是怎么分的 你们知道吗 看大小 看它的胖瘦大小去分的 比如长得像杨贵妃这么丰满的 那就是天了 那如果长得像赵飞燕 那个瘦小的 那个就是凉了 其实吃进去的时候 哪个药效好 我看都一样 甚至赵飞燕可能力道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肥胖跑不动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 吃了我们是要吃好的 又不是要吃美的 对吧 所以干嘛要买那么贵 但是可能有钱人吧 觉得我这么有钱 吃凉的会被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显不出他的那个 那你要吃天的我也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在治病 就不要吃到天的 反正如果你实在想吃 那就是天地凉那个凉的 切身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是这样 那疗效都一样 甚至我还比较主张怎么样 如果有机瘦小的 应该反而比肥胖的有利 我这样长期吃下来 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建议各位 反正大陆也有有机的 那这个品质我认为也不输给韩国高丽参 然后价差有时候几千块就可以买得到 所以你看价差那么大 所以还是以大陆参为主 好 那至于很多人问我花旗参呢 有没有 花旗参是白色的 它的药性就没有那么温 我认为它是平的 所以对于重病患者而言力道不够 所以就不要考虑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高丽红参是怎么制作你们知道吗 它就是参四到六年就可以采收 一般是为了长得比较美一点 大部分是六年采收了 但事实上四年就可以采用了 然后采上来的经过晒干的 我们叫做深晒深 然后经过晒干真熟 又这一道多一道工序的时候 就变红参了 它是这样 但品质都 同样一种东西就是了 只是制作的不一样 那经过针熟它的药性就会比较更温 所以为什么红参 它又比深晒深的药性还要温温和 温热一点 就是这个道理 那深晒深跟花旗参一样都白白的 长得白白的 好像有一点 那个热量都看起来就是不够这样 所以我建议重病患者还是 就选用红参了 就不要考虑花旗参或参赛参之类的 好 那我们对参大概讲到这里 那至于怎么熬煮方法 在我们的手册就可以从后面看到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须再三强调的是 浓浆汤与浓深汤主要是生病时用来加强日常饮食的热源 以供身体之急需 当身体完全康复后 所需热源只需从合理饮食中摄取 并加强运动即可 若要当作保健长期服用 则已改为淡姜汤或淡参汤或淡姜参汤 好 很多人也是问我这个 那我好了是不是一直要喝 淡姜汤或淡参汤 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不要喝那么好啦 就是那你如果真的很想喝 就改为淡一点 我看很多人听到姜汤好 就看患者吃一斤 好 我就吃两斤 好像在比赛 那个是不对的 其实保养不需要喝那么多 也就淡淡的几片就好了 我认为这样 那身也是一样 身保养的时候几片 然后冲泡一下 表示安慰自己 我已经有喝到 这样就可以了 其他就靠运动吧 我是不希望说一直依赖着这样 那如果依赖着一直溶将来 那原始点概念跟西药又有什么不一样 你一吃就要吃一辈子 没有这回事 那你就当保养 但这样的保养 起码养成习惯还是好的 为什么 总比你去喝茶叶 喝咖啡还要好 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偏凉的 那还有熔姜汤 你如果熬煮过后 熔煮急变过后就变淡姜汤啊 那病人可以喝 家人保养也可以喝啊 而且淡姜汤 说实在用法还很多种啊 譬如可以漱口啊 还可以洗脸洗头 听说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哦 你们可以试试看 还可以泡脚啊 然后听说泡澡也蛮舒服的 所以反正你们怎么用都可以啦 唯一一点不要先泡完脚之后 再拿来喝就好了 好啦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二 温热性饮食 重病患者的饮食重点 不限定在温热性食材 而是要让任何食材 都成为美味可口的温热性食物 主菜要在少油 少盐 少糖 少加工品的情况下 善用温热性调味料 如姜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喱等 并且需煮熟 必要时甚至需煮烂 趁热服用 服用时要细嚼慢咽 不宜太饱 不需配汤 好 简单地讲 不要限制患者要吃什么 他要吃什么都可以 任何食材即便含粮的 你都不用特别挑剔 但是要懂得要怎么加辣椒 胡椒 花椒这一类热性 煮出来只要药性变热了 那这样就可以吃 所以这些应该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 那也不要强调喝汤啦 喝汤我认为水多对患者 有时候是一个负担 所以这也不需要